美国中期选举本来只是一个对执政党 特别总统任期去到一半的检视 提出一些反应 但今次回响之大 比如刚才顺报更加讲到北韩的问题 可惜现代的政治或各方面的公共事务 我们必须能够更加拉阔的角度去看 本来香港今次立法会有个补选 完全是挑不起市民的关注 都好像一个过场等等 不过从目前来说 有机会是六选四 正如我和家权在开场白都讲到 今次真的去看就不是个人的政绩 或者大家对他认识深不深 或者在地方有多少的建设 而且在背后的马房 或者所谓的提名者的份量 日志仁有一句 懂得看 当然是看什么 当然不是看排面那个 今次走出来的六个的潜在参讯人 有些未报的 第一 你懂得多少个呢 第二 究竟你关不关心这一次的补选呢 这是问题 第三 是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呢 虽然六和四呢 你一定要有筛选 不排除一些陪跑 也都不要紧 这六个是最稳定的六个 谁出来都可以的 看见了 所以有人说今次叫做点灯名单 有人开始帮你点灯 但这个角度 就是看到 你从这六个候选人的背景来说 市民大道对他认识不深 过去香港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一定频道的地方的选举 就是立法会的选举 那你无论如何 你要有地方装脚 也都要有一定的地方的政绩 如果你是空缸或者是空白的网绩 你基本上选民都不适合你 他们都没得选的 但现在似乎呢 过去来说 扎根于地区 用这个政绩去吸引选票的模式 似乎已经完全改了游戏规则 是 信报余錦然这个专栏 讲点灯 未升到就用祝福 看看 没有了《苹果日报》 没有了《立场新闻》 没有了《众新闻》 这一类 竟然香港的传媒 以今天我看了香港的传媒 包括蝶网上的传媒 没有一个评论 为什么没有一个是真正公开开放出去 被人参与选举的 在开放这个报名提名 九日是没有人报名的 当然有些的说法就是 你就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 你选出来的可能那些都是一些 挖众取厂 在地区做一些门面功夫 现在新的选制度 就是选言与能 那些有能的支持 就未必是很懂得搞地区事务 但是它有一定的才能专长 你找到它入到立法会 其实对社会同样有贡献 不过你从这个立法会 就是新的选举制度之下 完善选举制度之下 新的立法会 大家暂时看不到这些所谓 经过选拔的专财 对香港整个社会有多少贡献 特别在香港面对很多难题的情况下 起码我们的孤陋宝闻 我们就听不到有什么的真知卓见 来到我们觉得眼前一亮 是的 当然在六个人里面 似乎稍为有名的 那些就是王子谦 王子谦是全国港澳研究的理史 稍为有些名字 其他的那些 你们真的没什么听过 如果你经常看一部 看到王錦辉教授 近他也是中大的 工程学院副院长 有很多文章 他也是在科技工程界方面的专才 但也可以看到中央力速香港成为一个 什么中心 什么中心 所以这方面会比较吃香 不过以前来说香港的议会很特别 其实有很多地产界的利益代表在里面 大家看不到大MASA 会出来去章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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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代表 过来说香港的地产界 地产界其实已经是综合企业 他有很多政治代理人在里面 政治代理人 林别秋波就说 我发梦 说了些东西 那就说了 看到地产 畢竟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 一页支秋 刚才说了一段新闻 很简单 西盈盘有一个 那条街 其实很短 是 是地盘仔 地盘仔 但是小发展商都有兴趣 没有风险的 没有风险的 没有风险很低 就不用扔几十亿下去 但是地价就跌破了心理防线 心理防线 是港岛区 一般来说地价是高一点的 2014年以后 从未见过卖地 它的赤价竟然跌低过一万元 今日有了 就是尖利地城 这个地 地产界 其实预期也不是太好 预期也知道 预期也有上限下限 嘩 厲害了 政府接受的价 竟然是下限再跌一成 这个政府在开标之后 如果那个售价未达到政府预期 政府收回 政府收货 今次 这个很重要的指标 政府是设立了市场在跌 政府设立这个价就是当下的市价 但是当下市价可能在下跌一个价 大家都知道低算不算低 很简单 你走出你家附近 总有多少间地产代理 你现在地产代理的那些 放在门口的广告看到 那些就砍价 那些就跳楼价 这些就 很多大包卖 为什么这么多全街大包 大家不去买呢 我举一个实例 这个是真实的案例 是我的旧同学 我上个星期真的召唤他 他真的走了 走了 现在刚刚走了 他告诉我他的经历 他其实年多前 他已经决定移民 他是住黄埔花园 他就开始放盘了 放了一年 只有两三个人 只是看楼价 这么少 看完没了夏文 但是 因为他的期到 他是十一月初 他一定要走了 于是七月底八月 他狠狠地 他自己 狠狠地 再起 其实他的价延下来 再减5% 有人接 他都不跟人爭 他好像对方又减少少 即刻成交 好了 给了小订 给了大订 给了大订 不够一天 对方问 可不可以不成交 给你杀了小订 大订给我 这就是大家看到市场一直下 但是不行 给了大订 你一定要做 这个交易 那你就复杂了 我想你的同学 没得谈 没得谈 因为他要走 没得走 他跌下去 现在低算微存低 大家看到市道的 人心那种 虽不致 人心的崩溃 但那种虚胁 是存在 你从成交量 特别昨天 一幅小地皮 买地成绩 政府收货 政府掌握这些数据 比任何的单位都多 而且是准备的 政府为什么收货 因为政府都要钱 真的 银行的港元储备 其实政府过去那两个星期 接了很多港元 我刚刚昨晚看过最新的数字 已经跌至剩下960多亿 960点多亿 一直接货 人们一直沽港元 另一方面 息口吹升 各大银行 第一 按贴利率一定会加 这个已经加了 接着 存款利息都加 抢钱过年 究竟港人 如果真的有些资金 你怎样放呢 现在都废杀私糧 有些说 不如转做美金户口 转做什么等等 这个都成为了一个趋势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都是自己的资产问题 今天台湾经济报说 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五大强势交易货币了 你们会不会想 我又有一个真实例子 是我的亲戚 它在国内的存款 不方便让你提走 这个不是听班 这个真的看见 现在的资金流和自由进出 确实有些变数 这个是香港人过去最担心 香港过去 为什么香港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 货币自由的进出 和港元的稳定性 现在这几方面都有些动摇 所以 穷又有穷人烦恼 有钱到有就有钱到烦恼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